华为华中心的人 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已经40多了 40多了 40几了 对47 47了是吧 哪一年的 47了 47哪一年的 数什么 77年 数什么 我数码的 数码的 78年 到底77还是78 78 然后从华为离职多少年了 我离职有一十多年了 十几年 我离职的时候是06年 现在应该已经18年了吧 18年了 47 对吧 减18 在华为工作多少年了 我这样跟你说吧 在华为工作多少年 我在华为一共工作了五年 在华为一共工作五年了 多大进华为的 20岁 20岁进华为的是吧 好的 从华为 大家看啊 47岁减18 你刚才 别别急别急 自己玩 得29岁 20岁进华为的 然后干了五年 然后29岁从华为离开 这是他自己说的 那中间四年去哪了呢 我不能够自己玩吗 大哥 我问你从华为离开多少年 18年 然后20岁入了华为 干了五年 对啊 我敬你卖 我敬你卖自己冷静算一下 喂 听到吗 听到了 您说 是因为听到刚刚有人在那里说华为 我想到我自己也在华为工作很多年 你在华为工作很多年 你自己说一说 您是华为离职员工吗 对 我离职很久了 离职十多年了 不说其他的吧 就是有几个观点 我想说一下吧 第一个呢 就是 因为我的理解呢 它不是那么好的一家公司 也不是那么坏的一家公司 是在正儿八经的一家 以商业 实现商业目标为 那个集论的公司 大家也别承认什么爱国情怀 我只说这实在话 在华为内部 你提爱国 人家都觉得你是疯子 华为就是一家 纯粹的商业公司 没有什么什么 家国情怀 或家国情怀 都是你们自己 资格想象的 给它加上去的 说白了 就是 就是自己 东西太深 你看 我不说深刻 我就是我自己看到的东西 就是您看到的东西 大哥您听我说 我再想说一点 大哥 为什么 我们的那么多的企业家 一提到华为 都会恨之路 大家一定要深刻的去理解 绝对是有些道理 不 当一个人活着一次 大哥 都把你拉入黑名单以后 那么决定的责任 绝对不会在你 兄弟兄弟 你跟别人交流 难道 跟别人交流 难道不跟别人友好交流吗 就是您的身份 不适合在我这边 去聊任何事情 第二 华为是一家商业公司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去支持它 是因为它做了些事情 让我们认为 它是这样的公司 听其言 观其行 那确实 华为到每一个行业 它为什么能轻松做到第一呢 难道 做第一也有错吗 大哥您懂我的意思吧 六十级了 六十级的账号不应该 好不好 咱们好好交流可以吗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 都不想跟他活着 兄弟停一下 别急 慢慢来 而且都是企业家 我们为什么不想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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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那是你们不让我说话 兄弟是这样的 咱们去做交流 交流会吗 交流 交流会吗 总是让我说 我才交流吧 别急 你这一会儿 抛出了这么多观点 我们进去观点交流 我就说一个观点 好不好 来 一个 为什么中国 那么多的企业家 根本就不想跟 华为合作 好 这个话题 这是一个观点 我们开始交流 好 可以开始交流 来 您告诉我 哪些企业不愿意 跟华为合作 我就跟你打个 最简单的比 华为当时 我们就说现在 一二批系统 禁止了以后 对吧 他要自己重新禁止了 一二批系统 把经理拉过去 把用友拉过去 让他去给他帮忙 对不对 所有的兄弟们都拼了面的 跟他把这个系统给禁完了 禁完了第二天 宣布 我华为自己的一二批系统 出来了 这是您 您是参与者吗 我不是参与者 这个网上 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地球人 都知道这个事 停停别急 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你都知道 地球人都知道 那我们不是地球人吗 你自己把眼睛一闭 你啥都不知道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你去搜索一下 一二批 华为一二批 我大家都知道吗 你听好 我们 你把眼睛一闭 我不知道 兄弟 就是不符合你的认同 就是把眼睛一闭 我这样子跟你说 不是华为被制裁 他才支援一二批 是他被制裁了以后 没有一二批 用找国内的产商 帮他一起去做 做完了以后 他告诉大家 我自己的一二批 兄弟 你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然后咱不那么激动 可以吗 好吧 我就是你的错误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 跟华为活动的产商 我再说一个 跟华为活动的产商 兄弟 兄弟 是咱们就不能友好的 一条一条的去交流吗 非要给你进卖 你才能把嘴闭上去交流吗 一个问题 华为被禁用EIP了 对吧 您回答我的问题 您别激动 那华为既然被禁用EIP了 那就说明 是不是 我们国内是没有EIP 如果国内有EIP 他用国内的就是了 他怎么会被禁用呢 您回答我 那经典拥有这些企业 它的核心存储啊 基础啊 用的是自己的技术 还是用的国外的技术 您回答我 那找这些人来帮忙 华为有没有参与在里面呢 华为有没有提供 最核心的东西呢 是不是 你拿着国外的技术 来基于一些行业经验分享 啊 华为把它做出来 它可以单身宣布是自己的EIP啊 因为核心技术是华为的呀 你今天拥有 如果是有我们的完全国产化EIP 那华为为什么会被禁呢 回答我这个问题 好吗 第一个 我想跟你就求定讲 第一个 华为并不是被禁用EIP 嗯 是华为的活动伙伴外方 不再给他的EIP提供服务 那他的EIP又必须要用 怎么办 找到国内的经典会拥有 帮他搭建了他的EIP体系 那您看 华为的EIP体系以后 你们别绕别绕别绕 别绕你慢慢来 你不懂我怎么跟你聊了 怎么会不懂的 哎 禁用EIP 那是不是代表华为没有这个EIP 他这个EIP用的是国外的 对不对 您来用的是国外的 是吧 他是不是国外的 因为只有国外才会禁用他 找国内的企业帮他做 来来来来 停停停停 就是国外的EIP被禁用了 那就说明 国内是没有完全独立自主的EIP吧 为什么他用了呀 这个这里没有 那您告诉我 金杰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吗 对啊 确定吗 怎么不确定呢 金杰用的EIP的核心架构 包括存储是哪家公司的 你知道吗 别人自己做的好不好 那GIP是缓接懂不懂 前两天 刚刚有个大佬来你 现在国内 我说你们根本就啥个不懂 在这里 GIP什么存储啊 哎呦 大哥 EIP用的存储 还是夹固文大 了解一下 再出来卖弄好吗 来有没有EIP专业的 来跟他补及一下 前两天 一个大佬到我再来分享 来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做EIP的 来讲给他听 EIP是没有我们找专业的来 你懂 你看我说的数据库是加古文的 对不对 来 现在我今天也用场外求助啊 有没有 有没有专业EIP的 要专业领域的啊 网上的身份 自己给自己的 明白吗 大佬大佬来了 大佬 这就错不了 这个错不了 你像华为这样的国际全球化的大公司的EIP 您做过吗 没问题 我问那个兄弟 全球主要的供应商是谁 是这样的啊 全球做EIP 最大的应该是SIP和Olico 当时华为用的就是 那个IBM做的顾问 那个甲骨文做的数据库 没问题 SIP给他做的清楚 没问题 那请问中国区域能够完整提供这个的是谁 中国区当时帮他做实施的 那个是中国软件国际帮他做的实施 那个 中国区能够提供EIP的 最大的像这种大型跨国企业 EIP的供应商是谁 什么东西啊 你说什么 中国区自有的企业能提供像 全球化的 这样的大公司的EIP系统的 中国的供应商是谁 是这样的啊 你如果说到中国的供应商有几个供应商 其实呢 大家一直全 确实是没有做过像华为这么大的企业 那你并不能说 他们的那个EIP系统 是什么甲骨文的 能不能把你的数字啊 完美的不要那么感谢 我说的话 你们不想听就把我进卖 也就是说刚才你说完 别生气 那就是说在中国区 这个自有的软件公司 没有一家能够有提供 国际化这样的大企业的 EIP的能力 这是他刚才说的结果 对 他也承认了 我再提供 好的 那我再提供一个 用友 用友公司的副总裁 李俊仁的讲话 他说 华为公司跟用友 其实在2019年 其实是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从2018到19年 合作比以前就更多了 这个17年的时候 就在云计算领域 有深入的合作 为企业提供私有云和公有云的 这样的服务 其中包含了大数据 AI的心理方面的合作 不断加深 19年以后 华为跟用友的合作 更加进入新的一个阶段 全战式的合作 在技术算力 芯片 操作系统 数据库 等一切的新产品 就一堆新产品 里面形成了深度的合作 并推进了 昆蓬生态的发展 共同形成了 这样的超大型企业的 这样的ERP的运作 这个是 用友自我的表达 OK 好 我先说到这儿 好吗 听到了没有 英伟的副总裁都说了 第一个 他没有否认 用友的乱 是用友帮他们 或经典帮他们 就完善了他的ERP 我跟你 刷个牙吧 60级的人 该刷个牙吧 兄弟 咱们能不能刷了牙 讲话可以吗 是一个网上的 买不到的文章 我就不说了 华为从来没有否认过 是经典 或用友 以及国内的一般厂商 紧急帮他 产救了一套ERP系统 每家钱都亏了个几千万 为了他达成这个系统 人家亏了钱也不输了 不 兄弟 你华为反手 他一个ERP系统出来 什么意思 这是第一个 兄弟兄弟 这是第一件 我只是说一件事 兄弟兄弟 我现在知道的 这兄弟是 不会正常交流吗 牙是刷了 不会交流吗 就沉济在自己的世界里吗 你是从相关从业人员吗 你怎么知道 他们亏了几千万呢 我们就 讲话得负责任啊 大哥 那为什么你说的话 他一定就是对的呢 那我们说的话 他就一定是错的呢 我们不认同您的观点 我们就是自嗨呢 请问大佬您觉得 我讲这个话是对的吧 是这样的 其实华为跟那个 拥有之间 完全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没有任何的冲突 来 请问 来 回答一下来 兄弟 我不想说 你们自己嗨就好了 好吧 你们自嗨就好了 我只想说一句话 中心冒着被美国制裁的风险 支持华为的那个芯片引发 结果华为反手 把他弹到的人挖走一大半 这是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家公司就没人心 我就这样说一句话 我跟你这么说 那你这话说的 我就有话讲了 兄弟 这话说的 我就知道是 跑了 这话说的就是我专业了 兄弟 那就是我专业了 别的 EIP不知道 我那个芯片我知道 你知道啥 你啥都不知道 真的 你知道芯片是谁在下场吗 是国家队在出手 理解吗 啥都不懂 在那里 就 今天 今天有一件 怎么了 今天有一件 就不能做我们自己的EIP了吗 今天有一件 我们科技就不发展了吗 那华为 华为成功了 成为行业第一了 那很多 很多人有意见 有意见就不发展 36岁 我刚才看他资料 36岁 从华为离职十几年 那您这就业够早的 36岁 36岁是吧 从华为离职十几年 那就是26岁 在华为干了十几年 他有说了吧 他有说吧 他说离职十几年了 十几年以前的事 那怎么都好对质吗 瞎会不好糊弄吗 26岁应该读书刚毕业吧 对啊 在华为干了十几年 就算你真进过华为的话 你是被淘汰的那一波吗 估计面试没过 怀恨在心 这水平 这水平 你讲芯片 那就是我的专业了 你明白吗 那这是我的专业 又上来了 兄弟 来来来来来 兄弟啊 你今天多大了 你是生平的专业 我教你一句 兄弟 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已经四十多了 四十多了 四十几了 对四十七 四十七了是吧 哪一年的 四十七了 四十七哪一年的 数什么 七七年 数什么 我数码的 数码的 七八年 到底七七还是七八 七八 然后从华为离职多少年了 我离职有一十多年了 十几年 我离职的时候是年六年 现在应该已经十八年了吧 十八年了 四十七 对吧 减十八 在华为工作多少年了 我这样跟你说吧 在华为工作多少年 我在华为一共工作了五年 在华为一共工作五年了 多大进华为的 二十岁 二十岁进华为的是吧 好的 从华为 大家看啊 四十七岁减十八 你刚才 别别急 四十七岁 得二十九岁 二十岁进华为的 然后干了五年 然后二十九岁 从华为离开 这是他自己说的 那中间四年去哪了呢 我不能够自己玩吗 大哥 我问你从华为离开多少年 十八年 然后二十岁入了华为盖了五年 对啊 我敬你卖 我敬你卖自己冷静算一下 四十七嘛 四十千得到二十九岁 二十九岁 从华为离开 应该是二十四岁进华为才是对的 兄弟 你清楚了吗 我再次告诉你 二十岁大学 二十岁大学毕业 本科还是硕士 本科 本科 你是什么学历进华为的 我二十五岁 大学毕业 您二十岁进华为是什么 什么学历进的 大学毕业 二十岁本科毕业 对 二十岁本科毕业 对啊 哪个大学 我不说 你不说 您告诉 大学 您钱你大学丢人吗 我不想 我的大学不丢人 这是第一个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和我的同事了 不不不 网上身份是自己给自己的 我刚刚找到跟你说 我是谁 什么学校毕业 二十岁本科毕业 请告诉我 二十岁本科毕业 超过你的想象力吗 确实超出我的想象力 那有可能就是超出你的想象力 对 二十岁本科毕业 怎么了 想一想 去告诉我哪个大学 我不说啊 我有必要跟你放得着 跟你说吗 那我放得着 让你讲话吗 对吧 二十岁本科毕业 十八岁高考 二十岁本科毕业 你大学读两年 二十九岁从华为提示 在华为工作五年 二十岁进华为 这时间对不上啊 快文快答 馅儿就漏了 你二十岁本科毕业 你一定是国内 四十九年盟的学校啊 对吧 十八岁高考嘛 你跳级 你天才 你也对不上 你在华为工作五年 你二十岁进入华为 你说你四十七岁剪教师 离开华为十八年 你年龄也对不上啊 大哥 不我来问一下大佬 大佬这年龄 怎么能对得上呢 就怎么样才能 把他的年龄覆盖上呢 大哥 大哥 你能告诉我 这个不大可能 这个都不可能 好的 我们再问一些细致问题 就基本上就能出来了啊 哎 兄弟 当时哪个部门 什么级别进去的 我想呢 我觉得跟你们聊天了 我现在发现 确实像他们所说的 就是不要 哎呦 那你回答问题 就回答问题 开始滚刀了 对就开始滚刀了 你知道吧 这滚刀滚的有啥意义呢 被跑了 露了线了 露了线了